这两天,中国南海和西太平洋上都有台风活动,引发了大量关注。 事实上,处于秋季的北半球热带气旋活动十分活跃。 除了西太平洋地区外,中北太平洋、东北太平洋、北大西洋,上都有飓风活动。 其中,大西洋更是迎来了少见的三飓风恐怖,飓风佛洛伦斯、飓风埃萨克和飓风海伦在北大西洋上活动。 在这当中,飓风佛洛伦斯格外受到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关注,这是因为它在北大西洋上快速增强,已经成为了近中心风速超过50米每秒的强烈飓风。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给出的强度是120节60米每秒,相当于中国标准的超强台风,它正受到北大西洋负热带高压的引导,正值奔美国东海岸而来。 同时,预测也指出,飓风佛洛伦斯比进美国东海岸时还可能保留非常强的强度,有可能成为1989年以赖南卡或北卡附近的最强登陆飓风。 按中国标准登陆时强度可达强台风或超强台风,15到16级。 因此,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连巴三条推特,提醒美国人注意防范飓风,还发布了一个飓风云图动画。 但因为美国东海岸地区的地势平坦,飓风佛洛伦斯又可能很强,这些地区的风暴桥灾害和海水倒挂可能非常严重。 美国东海岸受到飓风佛洛伦斯直接威胁,对北卡罗赖那州和南卡罗赖那州两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